昨晚列為受限區域的深井麗都花園二座 早上完成強檢 無發現確診個案 麗都花園二座大約有780個居民接受檢測 政府派員到訪大約280戶 大約35戶無人應援 當局發現6個人無進行強制檢測 已發出強制檢測令和定額罰款5000元 政府昨天發出公告 任何人在3月31日至4月13日 曾身處那座大廈超過2小時 最遲明天要接受檢測